写好的答案 我刚刚写的就是 在云端上面这边有一段 就一模一样的 就在这里 你们如果有问题 你有切吗 OK有吗 OK 就在云端上面一模一样的程式 我把它写在 这个云端上 所以刚刚一模一样的 另外如果你不要用丢公式 用VBA也可以 当然写法不太一样 各位可以自行再参考 最后的话就防呆 什么叫防呆呢 就我刚刚讲 启动表单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填资料的话 按新增 刚会坏掉 现在的话 因为我加了防呆 你会发现请输入姓名 邮标放在这里 你一定要填姓名 如果又一个没有填的话 他就会怎么样 又帮你填在这里 有没有 然后新增 一直在推 这个地方就需要一个逻辑判断 比如说又新增又没有 就一定要填就对了 按新增才会OK 这里的话其实就一个逻辑判断 怎么做逻辑判断 基本上就写在哪里呢 记得写在 这个我先把它写在哪里呢 我们原来是一二三四 请你写在一的上方 意思就是说当你要做输入之前 先做逻辑判断 那判断什么呢 我先 其实主要就是先判断一个 其实你会发现 判断第一个有没有输入资料 一副 这个里面有没有资料怎么判断 如果他因为我主要是要抓到他没有填资料 没有填资料 其实就如果他里面等于空的 如果他里面没有资料的话 就是可以写成这样 如果他里面等于空的 等于没有资料的话 然后我要做什么呢 跳一个讯息方块 有没有 刚刚不是跳一个吗 请输入姓名 然后后面的话有个XX 这个东西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这个叫VBcritical 这个如果你没有加的话 就没有那个XX 你要怎么加 你请输入姓名逗点 他会跳这些清单出来 意思就是说 你那个跳出来 那个讯息方块里面要不要一些按钮 至于比较常用的 其实比较常用就是VBcritical是XX 然后比较常用是VB影风 影风明确是惊叹号 至于其他的话我比较少用 因为其实你会想说 这里面我怎么知道 那个图是什么 因为微软做的真的不是很好 说明档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以前怎么让我怎么知道呢 就是我一个一个慢慢试 真的你不要觉得 真的是这样 我就试试看 因为有的时候 其实可以看得出到底是什么 可是不太确定是什么 所以我比较常用的 大概就是XX是这个VBcritical 或者是轻叹号 至于其他的话比较少用 如果你想要试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不OK你就把它换掉没有关系 甚至你可以不加 我这边如果要XX的话警告 OK 然后最后的话把游标放上去 确定说你这个地方要再重弄 然后关键的地方就是 就是程式不要再往下走 如果没有加这个 他一样会往下走 所以记得要加一个 加了一个之后的话 其他都一样 所以把这个复制再贴改成2 改成2 然后这个请输入什么 请输入答案 答卷考核 所以第二个 你就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其实可以拿第一个来改 应该可以理解 OK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把它做出那个判断 所以第一个就是防止没有资料的问题发生 那第二个的话我们还要想到的其实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输入什么 他里面的第二段是如果他判断是不是输入那个数字部分 那我怎么判断是不是输入数字哦 比如说我刚刚输入的假设是ABCD 那这个地方呢 我先把这一段复制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们也可以参考上面的 那基本上的话呢 关键的那个部分其实怎么去判断 是不是那个数字的话 其实我们主要是要判断那个 应该是表这个里面应该是这个这三个吧 这个不用嘛 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就是怎么判断呢 在VBA里面呢有一个 一个方选一个函数呢 他叫做is什么 判断是不是一个数字的话 就叫is numeric 这个的话呢判断是否为数字 刮胡之后的话 那你给他什么 你跟他讲说你帮我检查一下 textbox2里面的文字 不过他会自动会帮你转成数字 给他判断一下 如果呢他不是数字的话 不是数字的话 我习惯是打不是 不等于true 不等于true的话就不是数字 OK这个叫不等于哦 那其实不等于true 另外一个表示就是 等于false 这样也可以啦两个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我的习惯是不等于数字 好像这样子表示会比较直觉一点 不等于true 就是不是数字的意思 那我就让他跳出什么 请输入阿拉伯数字 一样 vbcritical 然后呢并且把资料清空 游标再放进去 并且 跟刚刚是一样的 这个做完之后 2 3 4都再做一遍 就OK了 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是成绩一定要是0到100之间 0到100之间怎么判断 其实这边我有写啦 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要把这个讲完 所以我这边先用复制的 其实如果要判断是不是0到100之间的话 我们可能还要再请出一个叫偶尔 他这个东西是不是大于100 或者是小于0 也就是说在0到100之间 这样才有办法判断 OK 也就是说 意思是说 我假设画一条线 他是 这个100以下 所以100以下 或者是0以上 那这个区间的话呢 才算对 一样啦 如果不是的话 也会跳警告 measure balance 然后再来游标放上去清空一下 最关键的也是sub 那二三四都一样 OK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三段程式 其实云端上都有 所以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大概就把这些 今天那个有关最后那个防盖部分 就大概比较快的讲完 回去的话 请各位再花一点时间消化一下 那最后当然 你也可以再把格式 比如说那个框线 延伸到底下 或者是说 其他的那个相关的样式 也可以再 再把它增加一下 OK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先讲到 表单的设计部分 那 现在是大概重点 重点再把它复习一下 接下来就要来看日期与时间函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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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